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能里程碑 然后去奖励商店多买一点一些特殊的药水 就像是金刚膀胱之类的 我们的余安娜又开始用微波炉了 她之前其实知道不能够在别人家里用微波炉的 然后别人会生气 会把我们赶出去 这谁呀 这么小气 用像微波炉都不行 哇 好酥嘛 这女叫什么名字啊 忘记了 没有关系 她们还能打我不成吗 那我们的余安娜 不管 无所谓 她去了另外的一个客厅厨房 等一下 她的左手去哪了 这游戏的bug 真的是有点烦人 诶 是用了这个微波炉别人就没有意见吗 太搞笑了 哦 那我们以后就用这个微波炉好了 上面那只熊熊好可爱啊 我们现在的余安娜 她又回到了原本的厨房里 在她在那台微波炉前哭泣 这男的是谁啊 是想过来安慰一下吗 因为我们的余安娜压力太大了 然后一直想赚钱 就是一直为生计发愁 就是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写作 一直在画画嘛 然后就没有自己的一个娱乐时间 然后又被别人骂 现在好像又被这伙人家给赶出来了 然后她现在又饿又累 她选择回到原本就是第一次收留她的一户人家 在苏拉尼岛 啊 她现在应该先直接去睡觉吧 还是这一户人家看上去装修的比较漂亮啊 是我最喜欢的一户人家 看上去就是他们整个装潢给人的感觉就心情比较好 我们的余安娜现在起床了 然后继续开始写作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啊 现在还是只能从我们的随身清单里面 拿一点草莓洋葱或者芋头柠檬来吃 其实我们的余安娜是可以去餐馆 可以去那个小吃店去买点吃的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有点钱的 如果说余安娜就特别珍惜 她之前赚的钱就不想就是浪费钱去餐馆吃饭嘛 那我们奖励商店里面的一些药水还是一定要买的 这样子有助于我们的就是游戏进程啊 我现在主要买的药水呢 是开心药水和卫生药水 因为这样子就不用去洗澡的嘛 因为洗澡的话 就是别人也不是会很开心嘛 会把门赶出来 一个女生哪 多难受这个样子 卫生药水还有开心药水 因为我发现余安娜的情绪不是很稳定 不过我真的能够理解了 我们现在情绪发泄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继续干正事 其实大家真的是如果平时啊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多跟身边的人多倾诉一下 多跟朋友啊 家里面的人信任的人啊 就是要多讲讲多倾诉一下 然后慢慢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要摆正形态 然后我们再来 就是把生活好好的过下去 如果说有一个人 就是你身边的人说 你喜欢传播负能量 那这个人本身就是比较自私的 或者说根本就跟你不熟 你不了解情况 所以这种人就不要去踩他们了 我们余安娜又写完了一本书 太好了 然后我们又喝了一杯开心药水 感觉还不错 我们现在要不要去拍个照吧 就是跟我们这家人的女主人搞好关系 有些照片真的好可爱 好搞笑哦 我刚才说到 就是你要跟你信任的人去倾诉一下 是因为有些人的一些情绪智商是很高的 就是他们会以他们的一个角度来非常健康的 来引导你说 你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这件事情 从心理上去接受 去非常积极地去面对这件事情 就否则如果说一个人 就是一天到晚会 会抓牛角尖你知道吗 就是面对一件事情会想不通 我现在让余安娜去睡觉了 因为她最近情绪很不稳定 然后在这种状态下 可能也并发不出什么灵感 OK那现在 我收到了我的版税报告 天哪你看最后一本书的名字 什么 粗满的持见女士 以结实的男战士 我之前就说书名不重要不重要 我觉得现在应该 至少看一下书名吧 这书名也太错了 我们至少现在写了六本书了 就是钱不算多 但至少 但至少可以吃点东西的感觉 我还蛮喜欢就会人家的 这里的装饰品呢 就是我在自己家里面 也会放这种类似的装饰品 就看着心情非常的愉悦嘛 我们的余安娜现在过来 来欣赏一下 因为余安娜毕竟也是一个 艺术家之类的 就是靠灵感 然后就是来生计的 这么一个人设嘛 我们来帮忙 就是给猫装满碗 然后清理猫沙喷 然后呢 我们就来吃一点烧烤 我们的余安娜 还蛮喜欢吃嫩玉米的 你知道英国的KFC里面的嫩玉米 真的很好吃 但是还蛮贵的 就半颗玉米大概哦 多少钱来呢 两磅吧 OK那我们现在就专心致志的享受我们的玉米大餐 拿一份 然后再放进随身清单中 我们坐下来吃吧 我们再拿点喝的吧 哦这是我们的秘密 猫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动物 而且是非常有灵性的 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 就说猫的一个腹部的 有一个垂荡下来的一块皮呀 这个叫原始带 然后原始带就是起到保护猫腹部的一个作用 而且呢就是也是一个储存脂肪的地方 因为猫原本就是沙漠的东西嘛 我们再来买一点就是一些药水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呢就是会去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以防万一嘛多买一点药水 其他的药水也看一下 清醒药水大胆药水 我们已经有了狠心药水 其他的药水再说吧 我们先把最基础的药水先买了 我们的原来还是感到非常的悲伤 难道说我们要不停的去吃那个开心药水吗 我怎么感觉这个像治愈愈的药一样 我们再来申请一下讲学金看一下 我觉得约安娜不开心是因为他应该是缺少一些人际的一些沟通和interaction 那我等会就让他去旅游一下 我们继续写作 我们的写作技能达到了最高等级 棒棒的 大众教育 我觉得至少也要庆祝一下 我们约安娜达到了最高等级的一个写作水准 我们现在把最后写完的一本书给寄出去 然后 那就听天由命了 我们现在的任务呢 就是要把约安娜的情绪给搞搞好 那既然我们约安娜是个人来风的角色 然后又想旅游 那太阳谷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去处 我没有想到约安娜第一件事情来到太阳谷就是挖掘 就当做是熟悉地形吧 那他为什么还是穿着泳衣呢 没有关系 他爱怎么样怎么样 那现在是周六的中午12点左右 那应该是天气最好阳光最明媚的时间段 我们在就是四处走一走逛一逛之后 我们去九郎吧 那在这个地方你有可能会遇到很多名人 超级巨星 还有其他的一些牛 不是牛仔 狗仔 在阳光下 我们约安娜看上去真的好美啊 就皮肤白皙的 很亮眼啊 那现在就是要加入对话和他们一起聊天嘛 还挺开心的 诶 下一秒就 这个表情应该是惊到的 诶 这个表情真的是 诶 我们的鱼安娜现在是一脸茫然 那我们先确定去其他地方看一下吧 这是我们第一期见到那个世界名人 哦 他怀孕了 诶 这个吸血鬼的耳尺也忒丑了点吧 那这一位吸血鬼好像想跟余安娜说话 想搭讪 这叫什么名字啊 Vactor 这是一个狗仔队 这狗仔叫什么名字啊 这狗仔叫什么名字啊 嗯 是我 等会我们让余安娜换件衣服吧 换件套派对妆 我想要这里的男士头发是粉色的 这NPC搞的 而且形象 呃 刚才那个表情是小致死吗 余安娜看到这一位世界名人在玩小提琴 我们也想来凑一下热闹 我们来试一下 看一下她喜不喜欢 我们换套衣服吧 哎 这件衣服就 这么说呢 正常很多 嗯 什么场合都适合 我在想这会让我们的余安娜 嗯 回到绿洲全的能够连家吧 再过不久于安娜应该 哎 我们的伯爵 我们的伯爵也来啦 哇 身上已经冒浴烟了 说明应该去洗澡了 或者说是 喝一杯卫生药水 我们现在就是喝几杯酒之后 就回去吧 刷个牙洗个手 洗个脸 OK 我们回到了我们的绿洲全的 梁家 那我们第一件事不出意外的就是去睡觉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变成人狱的原因 如果余安娜变成人狱之后 她就可以回大海睡觉去 可以去各种游泳池里面睡觉 就不用一定要去蹭别人的床 那我们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给我们家的 不是我们家的 就是给梁栽的猫猫 坏猫沙 然后她在装满食物 哎呦 我们今天的梁蒙银和她的partner Peter都在楼上呢 在吃烧口 猫也在 哎呦 三个孩子都过来了 那我们也来凑一下热闹吧 哎呦 热闹 余安娜应该是蛮喜欢这种氛围感的嘛 就是有很多人在一起 这样子我们的余安娜 会使我们余安娜的一个情绪会比较稳定吗 哎 她们家真的好宠这只猫哦 就猫在桌上她们都不会说 哎 她自己下去 没事 我们今天吃的是鸡肉 薯条 番茄 还有生菜 就是非常典型的 国外的一些就是晚餐和午餐 其实从这里看出去的一个外景 还是蛮好看的 哎 梁蒙银的一家 还是蛮喜欢待在室外的那种 其实她们家应该很适合去度假啊 然后去探险 就是全家一起出动的那种感觉 这只猫竟然在桌上吃鸡肉 还真的不把自己当猫 不过也挺好 就说明这家人还是蛮善良的嘛 对待动物非常好 我们的余安娜现在决定跟老朋友叙叙旧 跟老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聊聊天啊 试试评之类的 然后待会我们再去拿点吃的吧 然后放在随身清单里 随时都可以拿出来 饿的话就吃一点 在我们继续回去写作之前呢 我想来自拍几张 OK我们的余安娜要开始写作了 我们这次写作呢还是比较要关心这本书的名字吧 因为上一次这名字实在是让我汗颜 我们来起一下The Boys吧 大家喜欢看那个黑袍救察队吗 在美剧里面我真的是很欣赏这部剧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修改一下梁门英的一个服装啊 因为她在剧里面的一个形象都是乳蛋 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想是她的一个身上的一个CC creation起冲突了还是怎么样 我先把她的服装改一下 现在呢余安娜和我们的Jack在调情 因为余安娜现在把Jack列为了漫漫候选的 哇这个烧烤价一直在失火 一直失火已经是 已经不止两次了吧 这一次三次了 余安娜凉门英身上 我们赶紧灭火 然后交销方圆 我们赶紧灭火 你是不是在山沫树袋就是很容易漆火啊 就其实像我们内西部 需要容易漆火的一些家庭和产品 我们要不订购一些健康食品吧 省了以后再失火 我们让Jack来订购一些健康食品来 经历过了这件事情 我们的余安娜想回到她的老家去做点吃的 因为失火之后再蹭饭 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 我们来拿一份 然后放到随身清单里面去 OK我们又回来了 我们来收割一下浦门的草莓和洋葱 我们来浇点水 浇水出草 然后喷沙虫剂 我们来喝一杯卫生药水 现在手头上我们有一万多块钱 带一个基本的房子的话 最便宜也要七万块钱 命名这本书 我们起个名字 Jell Starlight吧 因为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黑袍纠察队 我们的安娜已经完成了 就是畅销作家技能的一个里程碑 写作15个小时到达写作技能4集 然后写完五本书 我们再安安静静的写作 不要打扰我们的约纳 诶 她睡了吗 focus太久了就很困嘛 好好休息吧 我们的版税报告 就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 就是当你去创作一行东西 不管是艺术还是书 还是各种作品嘛 你要达到一种心流的一种境界和状态 你就会有可能就是更有可能的 去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而且你自己都会享受其中的 我们来买点药水 获利药水 脸皮比墙厚药水 这两个是一定要的 还有那个默曼什么迪克海带药水 这不是药水 这是海带 因为我想让我的安娜变成人鱼嘛 还有喧宾夺主药水 先就这样吧 余安娜又写完了一本书 然后我们吃一点草莓 我们的余安娜在 模拟人生4的一个连续剧里面 她其实是一个自主创业的creator 但是我知道我们大家在现实生活中 想要做成这种类型的自主创业的这么一个 一个人设是不简单的 是不简单的 不管说你是YouTuber还是 去做任何一个自主创业的一项工作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要有非常非常大的勇气 然后是不顾别人的一些眼光 这个其实也是看你自己到底是属于怎么样子的一类人 因为有些人就是比较舒服于自己做自己的一些东西 那有些人就是适合于根本分分的去去上班去升职 然后这个话题就让我想到了马克思之前说的一个第一性原则 那第一性原则可以渗透到你人生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好比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也首先要了解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 还不是说你想 一定要去想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但是不知道根本不了解你自己到底是喜欢什么 对于什么样的工作 对于什么样的伴侣 对于什么样的事情 你做起来是最舒服的 像这样子就会导致说 你在公众场合 你在朋友面前 表现出来的样子和你原本实际的人是脱离的 这当中有一个落差感 就是当你的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个落差也会越来越大 那这个分歧就会越来越大 然后最终会导致你的精神和心理会有一点不太对 然后这一种不对的感觉呢 时间长了你身边的人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然后你自己也会 就好像深陷沼泽里面 就再也再也走不出来了 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在国外时间长了我发现 就是很多家长很多一些教育体系 会告诉他们说你要成为哪些人是好的 你要做哪些事情 别人会觉得你是个好人 那我就举个例子吧 就是国外有很多人是成为素食主义者 但是百分之五十的素食主义者 他们成为素食主义者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关心动物 是因为他们想成为比别人更好的人 他们是想成为那一堆 让别人看上去比正常人高一等级的人 但是这种类型的人他在私底下做出了什么事情 他们做人的本质到底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如果说哪一天你发现了他们原本私底下的真面目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往你身上泼石 不择手段的 所谓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你都证明不了他说的是错的 因为不存在的事情你怎么证明他是错的 那所以说其实大家在表面上 在公众场合做出的各种的事情 你们千万不要当真 很多人做出一系列的一个行为 就是想摆给大家看的 不是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英国给别人的感觉 就是非常多的君子吗 因为都是伪君子 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们私底下是怎么样子的人 我们说回到职业和生计的这一方面 那第一性原则就是怎么说呢 你觉得做哪些事情 对你自己是最有利的 对你自己是最舒服的 然后你可以施展出你最大的能力 并且是那种源源不断是可持续性的一种 奋发出的一种 怎么说呢精力能量 那你就要坚持的去做这件你喜欢做的事情 这个是最正确的 这个正确的是正确到骨子里面去的 不为钱不为任何其他的东西 就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原本的你自己 我们的余安娜又回到了沙漠地带 因为它之前是发现了几处可以种植草莓洋葱 柠檬的地方 那它就一直在这个地方来种植这些 蔬菜和水果 然后每过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回来采摘一下 这样就不会饿着嘛 这些东西 哦这里也有洋葱 来我们来采摘一下 这是草莓吧 这是草莓吧 我们来吃点树莓草 先 还没有 没有关系 我们回家 我怎么总感觉这些孩子已经有PTSD了 他们总觉得床底下有什么怪物之类的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还是说我要去安系组绘兴兴去稍微弄一下 但这个不是在我们这期挑战里面该做的事情 这幅画真的蛮好看的 我都不舍得卖掉它 我要复制一下 然后再卖掉它 来我们来休息一下吧 哎哟 嗨阿娜我是你在广告公司的伙伴 我们有个非常适合你的成名机会 你可以录一支视频任何影片都行 然后通过点阅数多多的影片工作站上传影片 那我会回答谢谢你联系我 但是目前我还不考虑这样子的工作机会 因为我们现在安娜还在白首起家的挑战里面呢 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我们的余安娜呢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她的好友 就是法艾罗还有明英子 就在商量这件事情嘛 就说 以后大家可以一起上镜一起录镜嘛 我们的名字就对余安娜说 恭喜你在事业上有所喜色 那希望呢你以后呢能够节节升高 我们余安娜现在去设置陷阱 因为她现在特别想吃鱼 余安娜现在想到她刚刚开始白首起家的第一季 身无分文的来到这座岛屿 现在她身上终于有点钱了 我们就想变成人鱼 莫曼迪海带 我不记得刚才她买了这个海带之后吃了没有 我们现在就吃一下 看一下就是变成人鱼后的安娜 我们余安娜想变成人鱼的原因呢 就是第一点她不想再 寄生在别人的家里面 然后还要蹭床 那第二点呢就是变成人鱼之后 有更宽广的一个生存空间嘛 而且她就是可以睡在海里面了 想想都是一件非常浪漫 非常舒适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海洋 我记得是说什么百分之九十七啊 还是到九十五的一个海洋空间 是没有被人类发掘发现的 都是神秘的未知地带 那这一点就让我觉得 哇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家庭 因为我觉得一直在几个家庭里面周旋 就有点太无聊了嘛 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家庭 我们的本税报告 就是没写一本书 然后会多一点版税 这样挺好的 诶 这个小孩 哦 这个小孩是石东旭的小孩 哦 这个小孩是石东旭和蔡翩翩的小孩 这是二儿子 那大儿子是 哦 大女儿是在蔡翩翩的家里面 是东旭他家里有两个兄弟嘛 然后有加上他的儿子 就是家里有四个人 我们的余安娜饿了 然后又吃了一点胡萝卜 我们来学习一下调酒吧 我们练习一下调酒的一个技能 我再来说最后一个题外话 就是我昨天晚上看了龙之家族的最新更新的一季 和女王叫什么梅利亚斯吗 还有和无名女王在战争中凌落了 我看了我都快哭了 我只能心里真的好难受啊 就有很多层面的难受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龙真的好可爱 就被无辜的牵扯到战争里面 就是跟主人之间的羁绊很深 就像你家里养了宠物 养了好几年 养了几十年 你看到你的宠物为了你而死 而且最后还回眸看了一下你 就好像说妈妈对不起 或者说是你看 就是龙在打架的时候 烹火的时候 跟那个瓦格哈尔打架的时候 那个红女王真的是体型小了一号码 打架完之后他还看了一下无名 就好像在说 妈妈你看我厉害吗 就到最后瓦格哈尔就咬着红女王的脖子 红女王最后又看了一眼无眠 然后又好像在说妈妈对不起 然后就摔下去了 看得真的非常非常揪心 就家里有养宠物的 家里就是有养孩子的 看到这一幕 我跟他恨死绿党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两个大男人对一个女人 两个大男人心还这么狠 还这么坏 就是易蒙德就是完全就是要杀死 大一根跟五根无免的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无免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下死手 就这一点让我非常的 就是女生都带有一种仁慈的感觉 我说的男天也是富人之人 但是这就是女人 但这就是女生 就是也就比较美好的那一面吧 其实说到的一开始 就是梅利亚斯从农穴下喷出的那个场景 无免就应该一口龙火把绿糖一锅端了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当你面对一个小人 当你面对一个极恶之人 极狠之人要治愈你死地的时候 什么道义啊亲情啊 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啊 你直接把那个人给弄死 才是最后的胜利 你到最后就就捡了一个什么 名声有什么用呢 人都死了龙都死了 所以说对付那种极坏之人 千万别去讲道理 真的就是下死手就对了 应该就是从这一集之后呢 很多人都会偏向黑党了 很少有人才会偏向绿党了 因为绿党 科尔科尔就是 渣男中的巨渣 然后大一梗 可恨之有可怜之处嘛 大一梗我实在是恨不起来 但是那个叫什么 那皇太后 皇太后爱丽桑吧 我对这个人设也是爱不起来 就是对她的感觉是一般嘛 我还是蛮喜欢扬言和大一梗之间的互动的 就没想到被她的弟弟一口笼火喷了给残废 哇她弟弟是真狠真坏 你知道一般性第二个儿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不是说所有的第二个孩子都不是好东西啊 就是很多情况下 像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就是生了第二个孩子 人都不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好像就成为了一种 不成文的一种定律啊 在英国 龙之家族里面的编剧嘛 就是有好几个人 里面有个女编剧嘛 她应该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去设计 克里斯顿科尔的这么一个角色人设的一个塑造 但是我知道的是 她是根据一些在英国的一些男性的人设 来塑造克尔爵士的 因为克尔爵士这种行为 在英国男人身上是非常常见的 就在工作上嘛 双标啊 然后洗脑别人 在工作上是非常常见的 然后私底下生活当中 其实也会 就是很多时候他们追不到女生之后 就开始在背后 就是骂女生 然后说反话 然后把故事反过来 然后把所有的屎都往女生身上扑 这种情况 唉 你每在一个工作场合就会遇到 一粒到两粒 双标 低自尊 然后又极高的自尊 然后又心狠手辣 然后就是表面一套背底里一套 OK 我们把话题拉回我们的余安娜 我们的余安娜 就找到了一户人家里面是有游泳池的 因为我们余安娜现在是人鱼了嘛 我们可以去游泳池里面睡觉 诶 她是为了遮盖自己有鱼尾巴 所以就穿了这套裙子 不让别人发现 余安娜现在呢 就是跟这家的女主人要聊个天 做个好朋友 共个情啊 这一家呢就是有两位女主人 然后两位女主人有一位科技孩子 她们家有没有宠物啊 哦 我们完成了里程碑 是畅销作家职称当中的语言大师 这本书名字我们就不改了吧 她为什么感觉好像偷偷摸摸在跟别人聊天一样 带我们去游泳 自从我们余安娜变成人鱼了之后呢 她应该去游泳的次数跟频率就要比以前多很多了 我怎么感觉她戴了一副眼镜呢 哇 哇 最厉害的 她是我们的孔雪儿是吗 这名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余安娜现在在是写作写累了 然后现在就去换话 这货人家的人还是蛮友好的 对于我们的安娜 卖掉这一幅画 我们来买金刚旁观吧 我老早就想买这个了 我们先来买一个勤俭持家 因为我们余安娜之后也会做其他的挑战嘛 我也会将她作为我的主控小人 换人名也不错 嗯 下次再买吧 这一次她换了一只手欸 蛮特别的哦 我们来复制一下 然后再把这幅 这幅画给卖出去 我们直接来和女主人拍几张照吧 这样子就非常容易增加我们的友谊值 还有我们的孔雪儿 诶 这个女生的名字我忘记叫什么了 诶 来我们来找一下我们的孔雪儿 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孔雪儿 我们来拍照 其实我觉得孔雪儿长得也蛮漂亮的 但是当然的啦 是我捏的小人 树好像是在一个月前捏的 但是我好久没有把他们家作为主控了 那基本上是从来都没有过 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之前的陷阱里面有没有鱼 不出意外的还是没有 我们去钓鱼吧 哎 这个旋转声还蛮漂亮的 就上岸 就是人鱼上岸变成脚的这么一个过程 海边就是漂亮啊 等级升级大到了三级的一个捕鱼技能 钓鱼技能 鲁鱼 来我们来继续钓鱼 我想在记事本上多储存几条鱼的信息吧 鹦鹉鱼 有鹦鹉鱼 鲁鱼 孔雀鱼 鲁鱼 支礼 我们继续钓 我们的版税报告又来了 耶 我们现在有多少钱 三万块钱 还行啊 捕获还是释放蝴蝶鱼是冰威物种 我们放吧 释放吧 大家知不知道其实鱼也是有情绪情感的 我们之前一开始设定的目标是要到达六万块钱是吧 我们还要再赚三万 应该是可以的吧 这一集 对 诶 这是个魔法师啊 这头上是啥玩意儿 这头上是 我实在是看不得这种怪力怪气的一个扮相 我决定给他整个融合 稍微小整一点就可以了 不要大整 我的游戏我做主啊 我们整成 在这个角色的一个原本基础上 增加一点颜值 至少看上去是堂堂正正的这么一个魔法师的形象吧 不要长得怪里怪气就可以了 就到这里为止 因为毕竟这一集不是捏人挑战 诶 我发现我们的安娜是不是长胖了 我不记得他第一集是这个size 他们两个还聊得蛮欢乐 比说那孩还挺聊得来的 他在摆post吗 啊 帮他拍几张照 因为我们的安娜是名人吧 然后 就是有一些市民呢 会想要就是给他拍张照 就说明啊 我见过他了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梁萌营的家里面 因为我记得我们在这里种了些草莓 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收割一下 我们待会的任务呢还是去继续画画 因为我们的写作等级已经达到满级了嘛 所以我们来找一个新的一项技能可以去练习 然后再来升级 这个环境画画还真的是蛮舒适的 就是还蛮符合画画的这么一个心境的 虽然旁边有猫沙盆 我是一个爱猫人啊 就是我其实很喜欢动物的 我也蛮喜欢狗的 但是因为家里面比较忙 不能够每天带狗出去去溜湾 然后我家里是住在市中心嘛 所以也就怎么说呢 就不太方便养狗 所以就养猫了 这幅画画的好看 我们来表矿一下要不要复制一下 然后再来卖钓 我们的鱼丸呢好像应该要去海水或者游泳池里面泡一下 它下面说它的鱼鳞有点干 所以我们就回到了孔雪儿的家里面的游泳池里面 我们来游一会儿游 要不然就直接睡了 我们的孔雪儿在和她的儿子聊天 这是我们上一次没有画完画到一半的画 我们的版税高高 我们的版税报告又进账了 这里有一只白公鸡耶 之后人家之前是有养鸡的 后来就是疏于照顾吧 然后就没有继续享养了 但是这只公鸡也会经常回来看 我们给予公鸡健康零食之后我们继续画画 这幅画画的好逼真呀 我蛮喜欢这幅画的 我们来欣赏一下 我们来复制一下 然后再卖掉 我每次都是复制画 这样子根本赚不了钱 我们就是只能多画一点吧 我忘记复制了 算了 她在健身我们的余安娜看到一下 我也来健一下 好像最近我也长胖了 哇哦 我们练一下下肢吧 因为原来那下肢现在 就是会演变成鱼尾巴嘛 鱼尾巴必须要非常的有力 这样才能够拥拥有的动嘛 现在是晚上九点 就是每当九点的时候 九点多的时候 就是整个家里面的灯就会亮起来 就是那一瞬间 还蛮漂亮的 我们继续画画 哇这里画的是 公园里面的那种桥 我们继续画 我还是蛮期待每一次看到 就是画的不一样 然后想看到她画成什么样子 卖给画了 这一次画的是一个花瓶呢 技能达到最高等级了 那我们现在还是要钱啊 所以说还是要继续画画 因为当你技能达到最高等级的时候 你卖出的画的价钱也会比较高嘛 这幅画好看 风景画 我们来吃一点东西 我们来看电视嘛 烹饪频道 我在想EA什么时候 把这个频道的选择性 再增加几个 就好比说是 电影解说啊 或者说是 MacBang就是直播啊 或者是另外的一些 你知道吗 ASMR 好舍不得把这幅画给卖掉哦 那是要复制一下 然后再卖掉 大家喜欢做饭吗 我是一点都不排斥做饭 不排斥做饭 我还蛮喜欢 就是做美食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自己不太会给自己做饭的原因是 第一点时间问题 第二点 如果我自己给自己做吃的会全部吃掉 那不管是因为好吃还是因为不想浪费 诶 我们的余安娜怎么又开始伤心了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我们来帮助人家来擦一下 擦一下这个 做饭的这么一个桌台 我们来继续写作 我们的板税报告又来了 我们现在呢 手头上有四万五千块钱 余安娜感到非常的悲伤 诶 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去博物馆 我们来看画 我们来看艺术品 因为她既然感到悲伤 我们就让她来出来逛一下 然后顺便跟其他人交流一下 哎哟 但是看到我们余安娜就 就晕倒了吗 因为我们余安娜是 二级名人的原因吗 这个男人就是盯着我们余安娜看 应该是觉得 看到明星那种感觉 再我们过来想说话吧 我完成了里程碑 因为非凡画家的一个 其中的一项就是要在博物馆里面 什么要观赏三幅画吧 哦 这只狗狗好可爱 这是狐狸狗 哦不是不是 就长得很像狐狸的狗 哇 这个风景真美 真美 但这个地方也是蛮危险的 这是一个灯塔 灯塔是乌托邦的这么一个象征 我们余安娜到这里来就是来散散心的 我们的法爱博 想跟我们的余安娜 想跟我们的余安娜 我们来烧个烤 哎 怎么又感动很难过啊 哇 这个风景 很像英国的一个地方 Tai Mouse 英国的海域附近就是有 可以看到很多的海报 我们来到灯塔上面来看一下吧 我就是纯粹好奇 我们的余安娜就是纯粹想一个人静一静 思考一下人生 思考一下自己的一个目标 受启发 OK呢 静节完之后呢 我们又来到了PUB 想跟朋友去一下 因为毕竟到了晚上嘛 去那些荒州野蛙也不太合适 妈呀 我们的余安娜现在是越来越自恋了 OK 我们跟我的法艾罗 又来到了苏拉尼岛 来进行一个优惠 就算做是一个Handout吧 哇 这些海鸟 现在我在录屏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英国外面开始下雨了 而且是那种 经常是那种稀稀利的小雨 下的是挺闹心的 不说到出国这件事吧 就是大家在国内 怎么说呢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你自己活得好 不管在哪儿 活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你适合在哪儿 哪里就是你自己的家 其实国家的一个贫穷和富有 并不是占百分之一百的原因在里面的 但是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安全 倒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知道有一个国家地方叫布丹吧 我有同学的父母 他们在布丹做生意 然后呢他们举家就搬到布丹去 那里的生活还真的蛮舒服的 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国家 然后人民的一些国风都是蛮淳朴的 我记得我当时在选择国家的时候呢 我本来就是很多人都是选择美国的 但是我觉得美国不是很安全 我记得早在2005年之前好像有则报道 就是一对中国的学生 在美国被枪击了 还是一对恋人 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英国 我澳大利亚其实当时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澳大利亚听说有蛮多有毒的 动植物的 然后澳大利亚也是蛮热的嘛 然后因为我真的很讨厌非常炎热的天气 所以我就选择了英国 我们的余安娜现在拜访了 我们小雅和小悠的一家 他们家也在绿洲泉 他们家是蛮漂亮的 里面也是应有尽有 我们来继续画画 我们来画画赚钱 哇这幅画熊跟孩子牵手那幅画 还蛮温馨的 我们来继续写作吧 新怪癖粉丝信件 因为余安娜跟很多粉丝有过非常多的互动 所以就会收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信件 这表情包 还蛮生动的啦 我总觉得我们的余安娜变胖了 我们来继续写作 我们来继续写作 那这一家人呢一共有三楼 就是底楼一楼二楼三楼 那这是 嗯 这是一楼吧 对一楼 然后这是二楼 这是三楼 三楼就是有种神秘感吧 就感觉有点像唏嘘鬼呆的地方 那这一楼呢就是他们自家人写作业功课的地方 那一楼呢好像是派对的地方 因为这里有一个温泉池嘛 然后这里也有就是吧台 然后做饭的地方 还有桌子 哦 失火了 我每次去那户人家 那一户那户人家又会失火 我们的余安娜又感到非常的悲伤 但是她又完成了一本书 这是猫 这是猫跟我们家猫的形态 这是一模一样 你看这个眼神这个动作还有这个尾巴 嗯 就是尾巴尖那里摇来摇去 哦 真的好逼真啊 哇 模拟人生思 这个太牛了 好逼真啊 人倒是我倒是没有觉得 但动物这个刚才模仿那个神态 和动作太像了 跟我家的猫一模一样 这户人家现在都在睡觉 嗯 哇 这三楼在晚上看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氛围感在那里的 我们来跟适者对一下话吧 然后这个场景蛮好玩的 我们试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OK 诶 她手上是哪里根香烟吗 我可没有让她吸烟呢 哦 神婆的感觉就出来了 啊 啊 叫了VC 获得了通灵的技能 哦 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 我们的尾巴尔娜去年夏天做了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们的尾巴尔娜去休息了 她感到非常的顽皮 那目前累积到现在呢 我们尾巴尔娜手头上有四万九千块钱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六万块钱 如果达不到的话 我们达到五万多也是好的嘛 这个M成它是不是 活得太久了就感觉有点神经质的 因为它是我们第一代 因为我第一次玩模拟人生 剩下的孩子就是M成 然后我就不想让他去世嘛 然后我就设置了一个永不淘汰 因为我们现在画画和写作的等级已经达到满级了嘛 所以我现在想让我们跟余安娜去弹个琴唱个歌 也稍微就是改变一下生活嘛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一点 这里有架钢琴我们可以就是练一下 我们这里还可以练习唱歌耶 还有演讲 哇 晚上 现在是晚上十点 礼拜天 这里灯光一亮起来 还是很有味道的 我们谈完琴之后就来唱歌吧 这是我们的玉玲Sams 这是我之前就是按照刘玉玲的脸来捏的一个模拟小人 我们现在来摆正机位 然后我们来录一下我们唱歌的一个场景 好 我们的版税报告 现在是五万四 唉 那这一集的一个金钱积累 其实是到了我满意的这么一个程度啦 我们先来唱歌 一开始唱歌肯定是 蛮难听的 然后越唱到最后就是等级数越高 他唱出来的歌就会越好听 哇 还有观众 我们来换一套演出服来唱歌吧 我们的小长溪来观看我们的表演了 我们完成鹰痴的里程碑 这户人家里面的人也是蛮友好的 达到唱歌等级三级了 其实这个场景还是蛮养眼的 哎 我们的小悠在旁边做饭 哇哦 哦 他累了 我顺便说一下 因为重复性的动作过高 再加上缺乏剧情 那白手起家的挑战呢 可能就会录到这里 那我之后呢会 就是玩到余安娜可以买第一栋房子 并且里面的家居啊什么都买到之后呢 我会让余安娜开启 第二个挑战就是板海挑战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